第1次攻击 第2次攻击 第2次攻击 啊 师兄等等我吗 有意思 竟然碰到一个木系灵根 大胆魔族 竟敢入侵我先祖灵地 什么人 来抓你的人 老家伙 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 如果我所料不错 你来此是为了寻找太极宗的下落吧 既然被你猜中了 那就不能留活口了 大言不惭 影阵 不 太极宗门人潜伏在灵晴学宫的消息 看来是藏不住了 又要刮起一阵腥风血雨了呀 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吗 怎么来了这么多人 今天可是一年一度断气日 弟子们都等着灵法纪呢 哦 免费的吗 怎么可能 残料和断套费用都是学生自己出 那是在干什么 锻造师的规矩 想求他们断气 就得先磕三个抢头 下一个 请大师见谅 男儿膝下有黄金 我不能跪 怎么 你不想要兵器了 什么破规矩 我们既出钱又出物 到头来还要给你们磕头 哪有这种道理 说得好 不愧是我的学生 断气之前扣三想 这可是祖上传下来的流程 扣三想 指的是你们自己在开炉之前 要叩拜祖之言 而不是拿来霸击别人的说法 无理之徒 今天我就教教你做人 跪下 什么 我的身体 怎么不听使唤了 喜欢磕头是吗 我就让你磕个够 给我磕 混蛋 快给我停 这人谁啊 竟敢得罪锻造工会的人 好像是新来的现实 这一下麻烦大了 让开 都让开 厨艺 你在胡闹什么 快住手 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 还指其人之身而已 薛大师 他是新来的 不懂事 您千万别放在心上 他羞辱我 就是羞辱整个锻造工会 今天我就跪在这儿 等长老们过来 看你们怎么收场 张尊 要不要我去打个圆场了 不必 雪宫里好久没出过 这么有意思的人了 我倒想看看 他接下来会如何做 徐大师 求求您起来吧 这样影响不好啊 我不 是什么回事 是猪长老 这下有好戏看了 是谁在欺负我锻造工会的人 猪长老 都是这个处义一人所为 和我们学宫没有半点关系啊 猪长老 此事都是误会 误会 那你说说 这件事要怎么解决啊 不如这样 废除你们磕头的规矩 向我们的弟子道歉 再把断气的价格 降三成 这小子的话 就是代表你们学宫的态度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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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